其实对我今天想谈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关于新西兰目前的政治局势 新西兰的政治局势呢 我就想给大家就是都介绍到啊 不光是国家党 就是说新西兰的政治局势 是前所未有的紧张 很多人都感觉新西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时间段 就是我们目前要往哪里走 我们想往哪里走 那么在这些党派里面 我看到一种说法 说是毛利党将会成为造亡者 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为时尚早 那我来讲讲为什么 目前的民调显示 国家党的支持率在 他的新任党魁 Chris Luxon上任之后 一路飙升 大表姐的工党民调支持率 只是降9个百分点 那有的说他是32% 有的说他37% 我们取个中间数 我觉得可能35%比较客观 那么 我个人认为 在 这一系列的就是在政治 政坛人物转换的过程中呢 我个人认为国家党是经历了一段 就是没有作为的时期 因为他的前任党魁 Judice Collins 就是这个女党魁 他没有什么作为 也就是说你的地位是反对党 那么反对党你应该就是要及时监督政府的 但是他完全就是工党说啥他就跟着做了 那你这样谁还投票给你啊 那我直接投工党好不好啊 是吧 反正你也是用护工党的 比如说在 政府推出疫苗强制令的时候 我觉得国家党完全可以说我们鼓励疫苗 但是我们反对强制 当时这个疫苗强制令 很多人都不敢说话 因为大表姐 他当选是以空前绝后的支持度 是吧 因为大表姐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亲和力 然后他还很真诚 这个真要命 你别看 就是说邱老师在这里说 哎呦 大表姐你这个政策我这里不太同意 那里不太同意 我个人认为我如果遇见他 跟他坐下来喝杯咖啡 我肯定对他就没意见了 你知道他就有这个能力 是吧 他特别亲和力度特别高 就是说你挡不住我 谁挡得住我是吧 他这是一种天赋 那么他上一次当选是 新西兰人50年来 给他最高的一个支持率 那也是因为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他一挡执政 那他当然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也有点就是飘忽了 是吧 然后他就认为他 这个推出疫苗墙之力 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 是因为你反对 大表姐等于这个咨询死路 一直等到国会门前的这个抗议 然后那个时候各地爆发了 多种的示威抗议活动 那么大家都认为这是少数人 是吧 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是吧 但事实证明后来民调出来 支持抗议活动的达到了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哎呀 这下人所有人都很吃惊 原来有这么多人 反对这个疫苗强制 而且我呢是一个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吸收多方面信息的 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先听听别人讲什么 这是我的我的个人观点 而且我认为一个人所占的这个立场不同 他肯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难能可贵的时候 人要有同理心嘛 比如说我就那一次国会门前 我是看的录像 就是一个一个女生 她的未婚夫叫Roy 26岁的小伙子 两个人准备结婚了 婚房都买了 打完疫苗死了 他就很悲痛嘛 因为如果不是强制令 他没必要死啊 你不能就是世界上没有假如嘛 你不能说你不能这样去安慰他 哎呀你别担心 他打疫苗死了 反正他要不打疫苗得了COVID 他也是死了 他不过早死完死而已 你这样说就是很没人性嘛 对吧很没人性嘛 你不能这么说 他现在是打疫苗死了 他不打疫苗会不会死呢 不一定嘛 我身边有好几个没打疫苗的 现在活不完挑挺好的 是不是 所以说当你强制的时候 这个东西有生命危险 你还强制的时候 这个就怎么说呢 他说不过去嘛 很多人这道坎就过不去嘛 包括你说像好多职业啊 包括老师说强制啊 我是打了四针 三针加上booster 然后又打了一个什么 floor shot 然后打我还有胳膊疼得要死 但是如果你大力宣传的话 我觉得我也会去打 但是你说你不打 你就没工作了 这种给你的感受不一样 给人带来的感受 它是不一样的 很不舒服嘛 对吧 因为你要相信 新西兰大部分老师 都是负责任的吧 你得相信这一点嘛 比如说现在虽然打了疫苗了 我还是基本上 就是每两天测一次 就自我测试一下 因为知道自己是老师 就是而且我还告诉就是学生嘛 告诉周围的人嘛 就是别担心我每两天都测的 因为你就是给别人一种安全感嘛 那你要相信老师的这个 都是有职业道德的人 因为这个强制令 就是我个人呢 其实是不赞同的啊 我顶着钢盔上来说一句啊 然后呢 那么他发表的这些 你比如说我就很能理解 你想想人家的未婚夫死了 对吧 那其他还有很多的一些人 还有一个在ACC工作的女士 说好多人因为有疫苗副作用 来他这申请ACC啊 那么这个示威活动 是进行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是被警察强力驱赶 但是强力驱赶之后 他还是撤销了疫苗强制令嘛 当然他说是 他是早晚都会要撤销的 但是我表示怀疑啊 我觉得正是有这么多 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压力 再有民调直降九个百分点 我认为是因为这些政治压力 他才进行的策略性的改变啊 我不认为他一开始就准备了这些 然后呢 我想说就是在 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国家党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表现 然后换了新党魁以后呢 我感觉呢 他的策略是求稳 就是说我 我别冒包 我千万别出错 我感觉他是求稳 就就是你只要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吧 你只要不作死 你应该就能够稳步发展 但是我觉得他有些过于为了求稳 而失去了一些反对党应该有的尖锐 在他第一次和大表姐的辩论中啊 国会辩论中 他说到这个生活的这个物价飞涨 然后大表姐就说了 他说物价飞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的共同的问题 你看我们在疫情之前 我们的物价很好啊 水平很好啊 这个物价飞涨第一 他是因为疫情啊 因为国际油价上涨啊 你看其他国家 他的物价也也在涨啊 这不是新西兰的一个 这个问题 就说 Chris Luxon他问 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大表姐他很逻辑的给你回答了呀 对吧 他回答很逻辑啊 那如果你作为反对党 你就得针对他的这个回答 你进行下一轮的反击 对吧 你说那那 你可以说我不太同意啊 首先你说其他国家的物价飞涨 那看你跟谁比啊 对吧 你不能跟那个物价飞涨的最快的那个国家比啊 是吧 你跟美国比是吧 那这两个国家 领土面积人口数量都不一样 怎么比啊 对不对 然后 而且即便你要跟美国比 你为什么不比房价呢 对吧 你不能光比油价呀 你要比你就全面的比嘛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 你如果要跟新西兰 要比的话 也可以跟新西兰 情况差不多的国家比啊 比如说 芬兰啊 比如说日本啊 这些国家你怎么不比呢 人家也没有通货膨胀啊 对不对 就是说你有很多 可以很逻辑的 反驳他的地方嘛 然后你还可以说 难道你不认为现在的物价上涨 是因为你强行拉低最低工资造成的嘛 每一次强行拉低最低工资 违反经济规律 他必定造成物价飞涨啊 就他其实作为反对党 你有很多可以反对的 可以说嘛 但他就不吭声吧 他就直接问下一个问题 那你如果不吭声的话 你问下一个问题 等于说你接受了嘛 你接受了大表姐说的 那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是吧 因为油价 然后国际局势就是这样的 对吧 他没错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他呢 因为他求稳 我觉得他失去了一些尖锐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看到这个行动党 确实那个党魁 确实一直是很尖锐的 他一直在不停的 在抨击工党的这个政策 那么关于行动党 我想说在大选之前 他的民调才是2%3%嘛 那么大家都认为 他能拿下Epson这个席位 就不错了 但是大选之后 他是8% 那你想想 这就说明民调 他不一定准确嘛 有的时候是相当的不准 对吧 你2%跟8%怎么比 您这个大选结果一出来 我觉得所有人都震惊了 主流媒体的记者 还有这个 他本人 对吧 包括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哇一看是吧 那是8% 一下子他本来一个人 现在的国会有好多人了 是吧 顺便提一句 他国会里面有一个毛利益的 这个议员发表了一个演讲 非常精彩 这个议员名字叫Karen 他就是针对这个 这个大表姐说 co-governance 这个政策的 他说我是毛利人 然后我的先生是柬埔寨人 然后你这个政策 就会让我的孩子觉得 我身上这一半血统是光荣的 那一半血统是耻辱的 不那么光荣的 但他的那个演讲 非常好 那么所以说在很多关键的 这个社会问题上 我觉得这个行动党党魁 他的表现 是符合他的选民的预期的 然后最近的民调是显示 他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说是被国家党吸引 吸走了一些粉 他的目前的民调是7% 但是关于行动党这个民调 因为他过去就一直不准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 我是也不知道 是吧 我们也不知道 说实话 直到大选结果揭晓 可能你不会太能预期 行动党所能获得的选票 那么在他进行极力的 就是反对之后呢 国家党党魁 在最近开启了一系列的 给政府施压 可能这是因为他觉得 他的稳定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 Chris的主要工作就是 深入基层嘛 就深入基层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就是群众关系搞好 对吧 我要搞好群众关系 那么因为大表姐 他亲和力很高嘛 所以你要跟他比 你要跟他有同样的 这个这个亲和力度啊 那那你就搞好群众关系 他就到处现在广泛的接触 基层倾听民众的声音 这都对的 然后他经过了一番稳定之后 因为他的个人支持率也好 这个党的支持率也好 在稳步上升 所以他现在可以就是 好像有胆量 我来进行一些比较尖锐的 对政府的这个批评了 现在是国家党现在的状况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 就是说这个毛利党会成为造亡者呢 因为他按照现在的民调吧 现在的民调呢 显示呢 是毛利党和基屿党 都是2%的选票 首先呢 我想说这个 我先谈一谈这个优先党 优先党目前呢 有两个民调 一个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是1% 另外一个民调显示 他的支持率是4% 那么这个Winston Peters 他肯定选择相信这个4%的 对吧 谁愿意相信这个1%的 但是我们平均一下 我觉得他支持率3%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吧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然后取个中间数吧 这我一般看数据这么来 但是我觉得 新西兰优先党是这样的 因为在当初很多人呢 就是反对强制疫苗的 这个群体 他是对Winston Peters 是有怨言的 因为当时呢 他是选择了跟工党合作嘛 他可能认为这个大表姐年轻嘛 比较好那个合作 但结果没想到啊 下一次大选就把他彻底甩掉了嘛 那工党单独执政了嘛 很多人都觉得 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其实Winston Peters这个人 本人这个思维敏捷 然后说话也挺 就看上去很机灵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总在关键的时候犯错误啊 总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做出错误的选择 所以呢在 所以他的民调呢 在大表姐单独执政之后就一路就是很低的 然后呢当他看到在国会门前的抗议示威者的这个民调显示有30%到40%的支持者的时候 他感觉啊机会来了啊 他毕竟是在政坛里这个 就是干了这么多年嘛 几十年嘛 一辈子嘛 他他不傻呀 对吧 他不傻 所以呢他就走出国会跟这些抗议示威者这个交谈 然后就是给给予啊 Tender Loving Care 对吧 给给送温暖是吧 给关爱是吧 然后呢同时呢积极的开始这个抨击政府的各项政策啊 他这是他他是好像更为合格的一个反对党 我觉得他不管你说啥我都反对啊 他是这种 他是这种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他的民调是有所回升的 但是我觉得他出来就是跟示威者 如果你要争取这一部分选民的话 我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有点晚 你要早出来就好了 是吧 你早出来可能真的有一部分人会铁心的支持你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民调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上升的 然后他现在是抨击政府的这个移民政策 就是政府要这个允许这个大量的移民进来嘛 他抨击这个移民政策 其实这个移民政策啊 就是说政府为什么要吸引这么多的移民 那是因为他没有移民不行了 他需要嘛 哪个国家会必须要移民 我让你让你过来啊 对吧 我觉得你要是抨击政府吸引移民的政策 你不如抨击他 接受难民来的更就是能够赢得人心 是吧 你说我们这个难民 我们本来只要200个人就可以了 你非要要1500对吧 你抨击他在这些方面呢 对不对 这些移民很多人人家是勤勤恳恳过来 给新西兰做贡献的 你抨击这些人将来人家还不选你了 对吧 他有危险 我不知道这个家伙怎么想的 他去 然后你 你首先你要抨击政府 第一 超额吸收难民 为什么 对吧 另外 接受 无条件接受奥克兰遣返的那些新西兰刑事犯 罪犯 你看现在新西兰治安 乱成什么样了 我一朋友吗 家长群里的一家长的孩子 孩子在一个比较 就咱们说很好的这个住宅区吗 结果给两个人抢劫 用砖头砸脑袋砸一大口子 你说你抢钱就抢钱吧 你干嘛还要人命呢 这个非常恶劣这种行为 是吧 这治安乱的要死 那他澳大利亚遣返了这么多新西兰的行事犯 而且这些人除了出生地是新西兰 他的成长什么都在澳大利亚 然后你把他送回来了 那你大表姐要是有 有胆量的话 那你也给他送啊 那这基督城杀那么多人的那个不就澳大利亚的吗 你给他送回去吧 是吧 你给我送一份 我给你送个重型杀人犯回去 你在新西兰的监狱里养着 每年耗费纳税人十几万多不划送案呢 对吧 澳大利亚给你送回多少个 你也给澳大利亚送回去啊 他没有啊 他送回来的他就接着了 是吧 然后澳大利亚这边杀人的 他也养着呀 哎呀 你怎么这么圣母情怀呀 我真的是不理解呀 就说这些方面你可以提意见的吧 你不提你说他你去抨击他移民 我不是说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可以抨击啊 我是说你有主次吗 你什么样的是更关乎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福利的吗 你这个就他我觉得有的时候抨击找不着点 不管怎么说他这种反对的现任政府的态度 确实是赢得了一些支持 所以如果他现在3% 他如果冲上5% 你觉得他会和工党合作吗 绝对不可能啊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再来看这个毛利党的2% 但是民调显示 毛利党的2%是处于下降趋势 然后这个机遇党的2%是处于上升趋势 这个很难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机遇党是2016年才成立的 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党 他为什么能冲上2%呢 那我们知道当时绿党能冲进5% 他就一条环保 我别的我啥也不干我就环保 他就冲进去了 因为代表了很多新西兰的这个 那种内心深处的想法嘛 就是我们要环保 因为新西兰人爱环保 爱动物这是出了名的嘛 是吧 出了名的 新西兰人对动物啊 对于环境啊 那种高度的热爱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好的 一个 怎么说一个好的社会特征 那机遇党他又凭什么冲进去呢 我去看了一下啊 他的就是两条 第一 降低这个living cost 就是要把物价降下来 提高这个生活水准 他就一条 我反对物价飞涨 他就2%了 那你想想有多少人 是被这个物价飞涨 弄得很痛的 是吧 就很痛了 我已经痛得忍受不了了 以至于有一个政党 只要说能控制物价 我就投你 那支持他的人越多 说明新西兰目前的这个 民众的生活满意度 越不理想了 对吧 那么如果你说毛利党 他2% 但是他是处于下降 这个数据显示 这个机遇党是处于上升的1% 那你现在说 毛利党成为造亡者 是不是为时过早 对吧 然后还有黑嘛 还有一匹黑马 我要提到的是 以 Brian Tamaki 为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 Brian Tamaki 我们知道 他是命运教会的这个领导人 或者说牧师 那么我认为我身边的 很多人 新西兰朋友也好 华人朋友也好 我觉得对这个人 有着比较大的偏见 和这个误解 就是不了解 因为他本身是毛利人 他最早的时候 那还是20多年前 我来的比较早 那个时候呢 他成立了一个命运学校 这个学校呢 是收一些 就是很多其他学校 不要的这种毛利学生 然后他把他们收到这个命运学校里面 教他们 比如说信仰啊 然后教基础知识啊 然后帮助他们成长 那当时这个时候 还就是他做这个事情 都是教会自己做 然后政府还不给钱 不拨款 当时好多人说 这样的学校 怎么能不支持呢 对吧 这样的学校 正是社会需要的 所以后来可能好像是 我说可能好像啊 那就是 因为我很多事情是凭记忆 还有一种个人观点啊 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啊 如果不准确 别拿菜道跟我决斗啊 这个就是 后来好像是政府是拨款了 那么他呢 我也看到他最近 在Torang的一次演讲 是往上看的 他其实就像一个普通人 他说他今年64岁了 然后他说新西兰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这个国家以前都是一个 就是我们都说 舒适度很高的一个国家 但是现在这个国家 舒适度就是没那么高了 他说 他讲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物价的飞涨 比如说政府的这个疫苗强制令 让我们失去了这个选择的 这个自由 这个事情我们 有的朋友认为 这个是可以牺牲的 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因为你打了疫苗 你啥事没有 你当然觉得强制挺好 是不是 但人家打完死了 啪死了 那你说人家也要 你也要人家觉得 这个事挺好 那不行是吧 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这个角度 那么他说这个强制是 剥夺了自由 当然他同时他也反对 在短时间内吸引这么大的 这么大量的移民 我是听很多人的发言啊 当然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 我可以就是说理解 他为什么能获得一些人的支持 所以他的支持者也是众多的 那么目前在这个 Torang的这个选区里 因为Torang是一个突破口 就是说他可以突破这个 因为新西兰的宪法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嘛 要么你政党票数超过5% 要么你夺得一个选区的议席嘛 你比如说我拿下Torang的议席 哪怕我政党票不够5% 我拿到一个议席 我就可以进国会嘛 那我如果可以进国会 我就可以壮大我的政党嘛 那现在Torang的各路那种 小的政党都出来了 是吧 然后这个Brian Tamaki 他是提供了一个 好像辩论的平台 然后让这些小的政党都出来 就是说明 就是他的这个政治主张 然后他号召民众 就是不要去选主流政党 所以这个人 他也代表了一定的这个 他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就是说 目前新西兰的这个形势来看 现在来下结论 我个人认为还有点为时尚早 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 我觉得像大表姐这种 有社会就是很有情怀的领导人 我觉得我倒觉得 他做反对党比较合适 因为呢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他代表的左翼力量 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种力量 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 老板不能就是说剥削工人 是吧等等 但是现在新西兰社会 已经在这个雇佣关系 各个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他老板都比员工累 是吧 新西兰老板都比员工累 你去问老板的话 老板可难当了 是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一门心思的 往左边跑的话 那对于这个我们中小企业来说 对于经济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吧 也是因为新西兰民众的忍受度 到了一定程度了 当然这个工厂这边 还是有35%的铁定的支持者 这跟以往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认为 由于这个现任总理本人的超强的 空前绝后的亲和力 我觉得明年的大选 还会是一场很激烈的一个选战 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谢谢 谢谢邱老师 您讲的这个真的是 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 大概听说的比较多的 其实也就是关于工党和国家党之间的 这样一个博弈 其实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的话 他们现在主要可能就会谈到 国家党工党 最多也就是会谈到一些行动党 但是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些小的党派 或者包括像这个黑马 这个命运教会的这一位 我们可能了解确实是不多 是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您说 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我们华人嘛 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挺多朋友 或者说我也听说 大家的一个华人都是比较勤勤恳恳 但是也比较默默无闻 就是也不太愿意说去发声呢 或者说是说一些 即使是像邱老师您说的 我们也是为了新西兰整个的 所有人都的这个未来来着想 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轻易的去发声 那您说觉得我们现在 您您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说应该怎么样突破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啊 什么的 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之类的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 你们那问题很好 我去喝口水 你去歇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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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说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有没有可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制度上的公平 而这种制度上的公平 但是我们的政党 他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就是你理想中新西兰的未来是应该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吧 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问嘛 就是说你是追求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均等 如果你是追求结果均等的话 就是说你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同一种这个同样的收入 或者是大家都应该差不多或者这种的话 其实在现实中它是个很 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如果你生病了 你是去找专家还是赤脚医生 对吧 它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在这种时候你找谁呢 对吧 你不能说平常我认为他们都应该是同样的配 但我生病了我要去找专家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西兰社会 未来向一个什么方向发展 在现在它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现在新西兰有人提议要改国名 改成奥特洛 那改国名并不是第一步 它接下来就是比如说要改成市民 比如说奥克兰也不叫奥克兰了 要叫一个什么我就不说了 我怕我说错了 又伤害到谁吧 因为我确实对于毛利元这个发音叫不准 但他叫一个什么名字 这种 其实我认为很多的东西在历史 在过去 你没办法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 就是很多你的不管协议也好 你的什么也好 你咱们说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生顿 他那个时候他说他当时叙奴 但是你要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条件下看 你不能拿今天在今天用上帝视角 然后俯瞰众生对吧 你不能这样 所以说就是说在新西兰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重要的是咱们要抛出这些就是 族裔上的差异 我们要看什么样的东西是新西兰 你住在新西兰是我们想共同追求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追求就是好的社会治安 良好公平的教育体系是不是 我们说良好公平的教育体系 不光表现在我们要去挽救 或者说是帮助那些落后的 比如说数学水平低 什么水平低 是他的这个学术成绩低 我们不光是要做到挽救那些落后的那些群体 尽量提升整体的民族素质 我们还要做到你怎么样鼓励这些走在前面的人 对不对你有没有更好的平台 给这些走在前面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人家就不在新西兰待着了 难道给年轻人就是有冲劲是吧 有理想的年轻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难道这个不重要吗 就是说你一个社会发展 它一定是一个平衡的发展 你不能只抓一头啊 你是吧你不能只抓一头 你不抓另一头啊对吧 是吧 我记得撒切尔夫人 他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 他说 The greatest debate of our time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争议 就是政府 就是在你所挣的钱里面 有多少钱应该归你自己 有多少钱应该归政府 然后他接着说 Let's not forget this fundamental truth The government has no money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真理 政府是没有钱的 政府的所有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不要想着这些账单会有别人来付 那个别人就是你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要应该对政府的所有的支出 还有他的改革 我们应该是关切的 因为那就是我们的钱 他就是来自我的钱 你的钱 是吧 他不是别人的钱 你以为他的钱从哪来呢 那么撒切尔夫人接着还说 就是每一个政府 每一个家庭主妇 他都要做到收支平衡 每一个家庭要这样做 每一个政府也应该这样做 我认为他这段话是说的很好的 哪怕过去的几十年 依然没有过时 就是在这里花这些钱 在那里花这些钱 听上去都很好 但是你从哪里拿来的这些钱 来花出去呢 还不是我们的钱 对不对 那对于别人来花你的钱 你难道不问不问吗 任他怎么花吗 你肯定要问的 我们我觉得我们华人朋友们 我的建议就是第一 积极的投票 你一定要去投票 第二关心政治 第三抛弃这种 就是局限的这种胸怀和格局 什么华人的利益 追求所有新西兰人 对所有新西兰人更为公平的利益 追求制度上的平等 谢谢您 谢谢您 我觉得您给的建议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华人朋友 看到这样的您的一些看法呀 一些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 你肯定会慢慢慢慢开始知道 要怎么来突破自己 要也要来多发一些声音出来 谢谢您 谢谢今天 秀老师您跟我们分享 好了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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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